歡迎大家收聽《威廉十大》 My Top Ten 請注意以下的排名純粹是我個人的意見 很可能和你的排列有所不同 這集跟大家說說周星馳的十大最佳電影 星爺可以說是我們香港電影的傳奇 他的電影《茂利投得來》很搞笑 其實也有很多他的成長回憶在裡面 一隻串雲戰千鈞萬馬來相見 第十位 國產007 這套94年的電影擺明是玩007占士邦電影 由於我是占士邦電影迷所以很喜歡 個人覺得最搞笑就是那些秘密武器 拿你命三千和喬神 喬神 喬神 你進來幹什麼 你想怎樣 第九位 04年的功夫 以七十二家房客作為是豬龍寨的背景 加插著有六十年代 武俠粵語片的六指琴魔 御來神掌等招式 當然還有七十年代武打巨星梁小龍 所扮演的火魂邪神 真是令人難忘 第八位 是九九年公映的喜劇之王 講述一個天真暗直的小人物 對演戲十分鍾情 亦加插了張柏芝的感人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剪接方面很有心思 張柏芝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那段戲拍得很好 第七位 是九六年公映的大內密探寧寧法 主角是一個不懂功夫 但是很懂得發明的大夫阿法 其中他串通太太 整股扮女人的無面人 那個想法不錯 第六位 是九四年的破壞之王 戲裏面有大量六十年代 在麗的電視播放的日本古人片集 游到小金剛的元素 例如是無敵風火輪 爬山倒海 以及師父和徒弟之間的關係 聖爺最後在台上 他如何擊敗對手 亦安排得很好 第五位 是九二年的整鼓專家 我叫古晶 英文名叫清枯 不單是拿導演王晶的名字來玩 亦配合片名字 整鼓專家 整鼓兩個字 三父子唱大戲那幕 我覺得是最好笑的 第四位 桃學威龍之龍過雞年 這套九三年的電影 就是很明顯 拿荷里活電影 Michael Douglas 的 Basic Instinct 來玩 戲裏面亦有很多笑位 例如那隻狗叫作 Dolly Law 而不是Dolly 我也覺得挺好笑的 梅云芳 戲裏面的演出 她的角色是笑中有類的 Dolly Law 不是Dolly Law 就是差一個Law字 唉 不停追著我的Law 少爺 第三位 九五年的回魂夜 大玩黑色幽默 好笑 懸疑 經歷 但又很好笑 女主角莫文蕙 響戲裏面 好美女 麥昇爺這個殺手不太冷的look 亦都是很多人like 第二位 九六年的食神 這裏簡直是經典的昇爺電影 故事相當好 一個沙塵的食神落爛廟街 賣醬爆牛丸 最後一招的鎮燃燒雲飯 擊敗佛跳牆 不就成為了經典吧 不要那麼幽默 我視為唱你有屎 未公佈第一位之前 就要講幾套的遺材作品 包括有九一年的桃學威龍 九二年的家有喜事 以及二零零一年的少林足球 第一位 就是1994年的狗品芝麻官 由一個小小的貪污芝麻官 變成一位紅材偉諒 口材絕頂的高官 為小市民懲戒惡霸權貴 真是大快人心 又有粵語片的演員夏萍 以及粵語片的名導演十大道之一的誤會客村 可以滿足我個人對粵語片的情意結 所以我特別挑選這套狗品芝麻官 排享第一位 多謝你的收看 請like and share